看看新闻榜 熟悉的随行人员外 身边还多了两名彪形大汉 据我们前方记者的了解 这两名贴身保护肖敬腾的工作人员 正是肖敬腾近两天 花五万元人民币 聘请了游道高手 一人为肖敬腾开路 另外一人则贴身看护 显然几天前的那一桶粪便 还让肖敬腾心有余悸 敬腾知道已经警方锁定了一名 22岁的男人这件事 对 我知道 我第一时间我相当担心 因为我不知道他会不会伤害自己 或者是怎么样 为了事情他 我希望可以赶快地找到他们 因为这能够确保他们的安全 那我也希望他们能够主动地来 投案 来协助警方 10月28号肖敬腾在家门口 遭遇两名歹徒泼洒排泄物 随后司机被拖行了几十公尺 这起恶劣事件随其震惊娱乐圈 而肖敬腾本人也在事件 发生第二天 便在家门口召开记者发布会 称不会就此罢休 我希望 这个 用钱 指使人做事的人 要得到最大的惩罚 目前台湾地区警方通过手机定位追踪 在嫌犯女友的住处 找到了作案时驾驶的机车 警方扣留机车踩证 并提取了安全帽 车把手等处的指纹 除此之外 警方还在排气管上 发现疑似槟榕之残渣 踩证后送往比对DNA 以便确认第二名嫌犯的身份 与此同时 台湾地区警方也透露 当时参加颇份作案的 一共有四个人 而不是之前曝光的两人 因为除了实施颇份行动的两人外 还有一名现场监督 和一名幕后主使 目前负责监督作案过程的 曾姓男子已经落网 据他供述 他们事前并不知道 袭击的对象是肖敬腾 此后也没有拿到过半分钱 而对于作案者 肖敬腾十分宽恕 称只要对方承认错误 配合警方便既往不咎 而且我跟这两位年轻人 没有直接的 不可能有直接的 所谓的恩怨 我只希望他们赶快 我希望他们主动出来 这对他们 只有好处 没有坏处 但这起颇份门事件 也引发了外界的猜测 外界纷纷将主使 矛头指向 曾半夜给肖敬腾 送汤的女粉丝 殷山有记 今年7月 和肖敬腾同住 一个小区的殷山有记 曾先后跑到肖敬腾家车库 和肖敬腾的机车合影 以及半夜狂按肖敬腾 门铃为其送汤 让肖敬腾不寒而栗 公开在网上曝光 该女粉丝的疯狂行动 随后经纪人Summer和Yuki 更是引发了一场骂战 双方结下恩怨 他终于把我讲成 好像疯子一样的 完全没有根据的 但肖敬腾则表示 不想将两件事情 归为一谈 并希望警方找出幕后生手 我不知道这件事情 跟这个人是否有关联 那我只希望这件事情 赶快的有一个 结果 波分事件发生后 肖敬腾处处小心 贴高警惕 绑回台湾后 肖敬腾上车后 才通过车窗的一条小缝 和一旁的粉丝握手 这也算是当天粉丝 获得的唯一福利了 它在里面会变魔术 然后就会 就是像我们这样 我也这样看 然后它会秀 秀给我们看 这样 对啊 所以我们保姆车 我们都很喜欢 回来保姆车前面 因为它很好玩 此外 波分事件让台湾地区 娱乐圈众人也加强了 初级活动的安保级别 天后张惠妹亮相活动时 现场保安工作 就相当严密 最后还不忘 声援一下 惊魂未定的老肖 阿妹自己也曾经遭遇过疯狂粉丝跟踪和电话骚扰 但总体而言 大多数歌迷都能理智对待追星问题 因而发生颇份事件之后 阿妹也呼吁和劝导粉丝 不要使用过激的言行追星 既伤害了偶像 也伤害了自己 但我觉得歌迷喜欢自己 喜欢的偶像 那个是正常的 但是 可能也要教育他们 就是说 不要做一些 危害自己 那个安全的问题 或者是 危害别人安全的问题 有了新天地 萧敬腾这事还没完 台北采访报道 有了新天地